我是史中奇 从1960年进上海舞蹈学校学习芭蕾舞 至今从事芭蕾舞已经61年 现在在旧金山湾区 还在教芭蕾舞 我有很多学生 上世纪80年代 我也曾拍过一些电影故事片 但那已经成为意识 我与段昭南老师认识很多年 他是一个十分勤奋 优秀的戏曲画艺术家 他对中国戏曲的了解 超过我们很多同龄人 中国的戏曲 是一个永远开发不尽的宝藏 他汇集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文化 艺术 民俗 舞蹈 音乐和民间故事 段老师的戏曲画 就是摘取了每一个戏的精华 用显炼粗放的笔画 勾勒出戏的内涵 每个戏曲人物 无论是战 跪 坐 或者掩面 愤怒 举刀弄枪 都在向我们讲述那后面的故事 看他的画 就如在读中国历史 人在画中 亦在画外 新闻段老师的百西艺术馆开馆 特送上老朋友的祝贺 祝段老师的戏曲画艺术 继续绽放异彩